黄蜡蜡这个皮感觉有点发黑了 但是里面应该是不黑吧 因为感觉它这个黑是在表皮这里形成的 也有可能它里面会出现一些黑色的花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破口啊 从这个口来看它的又很干净也比较细腻 表皮看起来这些地方有一点点小粒 这边也有一道往这里灌冲过来了 打灯外表透光有点低 只能说是微透吧 石头这个东西呢 你把它切开 有时候它里面会很透 外面它就是微透 因为它的皮比较厚 就导致了这个效果啊 也并不是说外表不透 它里面就不透了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玩石头的话 他就喜欢用打灯来判断这个石头 他说哎哟 我这个石头打灯很透啊 只能说很多石头打灯都会透光 但是透光的话 也并不能代表这个石头 它就很好 好我们切一下 看一下这一块有没有惊喜啊 刚才这个地方有一道猎 叫猎切了一刀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的杂质还是有一点 但是它不多 黄纳石这个东西啊 真的很难切到很纯的啊 也不是说没有 就是说太难了 这个打灯透光中等 这个光晕很圆啊 证明它的肉非常的细了 虽然说里面有一点点杂质 但是这个石头还是可以用的 也并不隐显啊 因为石头就天然了嘛 它里面带一点点的杂质 反而还可以体现出 这个石头是真实的啊 农村小哥剪石头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啊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